我看 是改到我的頭影片 夾那個橘子 對對對 黑的那個 夾上面那個橘子 好 謝謝 要把老鼠追到外面 追到右邊 推著 好 謝謝 好 再來我們控制 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談的是關於保羅的後現代 我整個禮拜 我都講那個雅蘇 三馬的那個佛事 我看裡面有很多 後現代的這個主題 在耶穌跟這個婦人 講話當中 可以看到很多 即使我是 神經讀後現代的東西 後來在聖經要找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可以當後現代 後來發現奇怪怎麼都集中在耶穌跟 三馬兩婦人 那個對話當中 有很多那個態度 那個互動 是很 是很後現代 我覺得很蠻有意思的 因為我以前從來沒有 從破晒的角度來看耶穌跟 這個撒馬里亞 這個婦人之間的 這個對話 那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後現代 後現代他的重 應該這樣講 前現代的重點是神學跟哲學 他們的那個重症 然後現代的重點是科學 科學幾乎要把神學打打 在現代 因為現代主義的人 都一直認為 你的宗教信仰只要不科學 我就不信 所以很多宗教人是為了讓科學不要被淘汰 他們就要很努力的證明 我們的信仰是科學 當你需要證明你的信仰是科學 代表科學比你還大 因為他是重你的判官 他在判斷你可以不可以信 那最清楚的就是 基督教那本書叫做鐵正代判 那個也是韓偉院長從沒有帶回來 這麼大的 就是證明同與懷孕是科學 證明死人物是科學 簡單講不科學就完蛋了 基本上背後就是相信科學是 是衡量所有的論述的標準 那我們跟我一樣的 大概我們都是在科學的 現代裡面長大 那我們不曉得人家已經走到後現代 所以我們很多人真的還是活在現代的 那個思維 因為我們是泡在現代裡面長大 我們覺得以前那個 那邊單位的林光大海都沒信 所以現代把很多 不能用科學的方法去驗證 都用明信兩個字就給它改成 那什麼時代你還在信念 有沒有用這些地方 這個什麼時代你還在信 那個就是不科學的東西 那想不到在1930年代開始 有一些哲學家 開始對大家迷信科學的 這一個信 這個主題或是這一個哲學 開始懷疑 他們都獨法寡設語言學 這個也是我終於沒有想到的 我想說我們從哲學進步到神學 進步到科學 應該就沒有了吧 科學應該是最後的一刻 那我們就一直在科學裡面一直前進 就是我們從 撿東西 大東西 到養東西 撞東西 撞東西 就是從那個叫什麼 撿石融融 那後來變成我們會把東西拿來養 把它圍起來養 就是畜牧 還有拿來種 植物就用種種種種 就是農跟畜牧 這個就是 我們的人類文明 就從 撿來吃到養來吃 這個一個很大的進步 然後後來發現說 哇 他就趕快 讓他想救 那兩個是什麼 我們應該用一個東西 讓他做很多 那也叫做工業文明 工業的目的就是利用機器 利用我們能創造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的生產 那個量提高 品質控制很好 所以 開始就工業革命 就是英國人 有那個火車種 那個蒸氣 很厲害 那個豬肉會讓我們車口 它會讓機器轉 那力量很大 它就會大量生產 然後在工業革命 接下來就是 所謂理性主義 所謂實證主義 這個 一大頭東西就進來 最後就是用科學這兩個字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現代主義 那 我在想說 這樣就這樣了 就是這樣了 那生氣 剛才要換下去 就是要想 那 那 後現代 來批評最厲害的就是 基督教跟科學 因為 他們都宣稱 他們擁有 絕對跟真理 問題對不對 大家都買入科學 所以 科學是絕對的 就是 你不科學 你就完蛋 所以科學是最後的法官 所以 科學家講話 就 就不難了 你不是科學家講話 你就不難了 那 基督教 就是 耶穌基督 他講說 我是真理 那相信耶穌這句話的人 他們有說 基督教講的是真理 那 跟科學說 我們看的是真相 這個真字 就變成 不過現在有時候 他好像 他們開始 對科學 跟基督教所宣稱的 絕對性 開始懷疑 他們的分析是從 語言開始 就是人人講話的語言當中 他去找問題 他說 其實啊 語言是人發明出來的 我們是靠著話來表達 我們內心的世界 但是 當我們相信 某一些人講的話 比較權威的時候 我們等於是把這個權利 就給他了 他講的算的話 我們講的不算 那麼一些被掌權的 這個基督教或是科學家 視為明顯 或是 或是神的東西的話 就變成是沒有價值 不知的心 沒有意義 後現在對這個 開始有質疑 他最大的質疑是 你是誰 你沒有能力 看到真相 你沒有能力 知道真相 所以注意聽我的話 後現在不是否認絕對 是懷疑 人有沒有能力 掌握絕對 這個就不同 知道嗎 所以當你說 這個世界沒有真理 你是現代 你不是後現代 因為你在講一個絕對的 你是用否定的方法 在講一個 你說世界沒有真相 你這句話聽什麼講 你聽對嗎 如果一定對 你是現代 那如果你說不一定 那你就是後現代 所以後現代是 對人類的認知 開始起一個根本的懷疑 特別是從語言上面 他認為 管它是什麼語言 你該讓它有一個 發生的機會 我們才有機會 互相比較 互相討論 所以後現代的重點 是要讓弱勢團體 是要讓以前被認為 不科學的 民性的 然後七八糟的 根本就是 不值得相信 要讓他們有一個空間 把他們的聲音 表達出來 讓大家都聽得到 所以給弱勢者聲音 是後現代一個重點 就是給他們一個講話的空間 那 他的背後就是說 人真的知道嗎 這個是哲學 很早知道他們的問題 How should man know 人怎麼知道 所以今天晚上 我要跟大家談的是 後現代的知識論 還有 包括我在 各月多前書十三章的時候講的 我覺得 跟這個也會有一點關係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 那這個是 這個 我定 就是 那個 畫紅的那個 藝術家 他的雕像 其實這個在畫紅 算是很小的一個 一個博物館 你需要特別問人家 所以我去看羅定人 人家在一起 因為一般都會去看 沐浴 那個 那個 金字塔這個玻璃的 那個 大佛物館 那裡面收到 這個就是小小的 可是裡面給我常常介紹 他就是 他 用這樣的一個雕像 來表示 人類是一個有思考的 丁肯 人類是會思想的 就是人類一個 跟動物不一樣的地方 人都只會思想 人他會反思 人會對自己的思想 再重新思想 人們對自己的思想 再懷疑 再回去檢驗 這個是人類一個 很棒的地方 之後就有機會 發現自己過去 思想有錯誤 有機會學習一些的東西 他覺得這是很寶貴的 那人怎麼知道呢 那哲學家呢 在談這個知識論 也先談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人體論 人體論 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 這個世界 真的存在的是什麼 這個世界真正的存在的本質是什麼 基本上我們可以說 有兩大學派 一派說 真的存在 就是看得到摸得到 這個真的存在 這個可以說是 亞里斯多的學派 那有一個學派說 不是 這個世界真的存在的 不是看得到摸得到 是看不到 摸不到 存在在意念當中 那個是柏拉圖的學派 那我跟你們講過 古希臘就這兩個哲學家 一個柏拉圖 一個亞里斯多等 一個人是一隻手指天 那個是柏拉圖 他說 全世界只有一個真的存在 看得到摸得到 都是暫時的存在 暫時的存在 暫時的存在 就沒有永遠的價值 基本上它的意思是這樣 當我們人類說 這是椅子的時候 這個椅子 這是一個我們的意念 我們的想法 可是這一章 不是永遠是椅子 在這棵樹 還沒有被砍的時候 它不會叫椅子 它叫樹 在五百年後 這棵樹 這個椅子爛掉 已經被燒成灰的時候 它也不會叫椅子 所以你看到的 這個看得到摸得到 你把它叫椅子 是你的意念 把它夾到這個東西身上 你認為這個樣子 可以坐著叫椅子 那個是在你的頭腦裡面 的意念 那個idea 那個是無邊 那個是真的存在 這個只是 在因緣巧合當中 在今天在 胡教會的禮拜訪 看起來像椅子 可是五百年後 它不是椅子 五百年後 它也不是椅子 所以它不是永遠是椅子 它是變來變去 是剛好在這個時空點上 它呈現你這個樣子 所以它不是真的存在 這種觀念 是佛教的哲學 我們叫回心論 就是萬物存乎一心 所以這個世界 本來就沒有東西 叫做本來無一物 怎麼會有那三百年 而住的存在 它說福體本輝數 明鏡亦飛彈 你說老人 跟那些化驗子 一個鏡 這個化狀態 那天也不是 古早也不是 藥也不是 現在你坐著 當作是 所以明鏡亦飛彈 福體本輝數 本來就沒有東西 那些東西是假的 是騙子 那些東西 何處的存在 如果有東西 那法陀大師 在吊營 就沒有吊營 所以佛教認為 你的心 如果長不好的話 你就不會被這個現象世界 這個摩得到 看得到的世界 把你迷惑 最主要迷惑人的 特別是男人的 就是女人的漂亮 那個是看得到 摩得到 那個是不存在的 那個是暫時的現象 所有結婚的人 一定同有這個說法 在結婚典禮 那一個小時 那個美麗只有一個小時 因為卸妝的時候 人都知道 根本不存在 所以 新娘很美 那個是存在在你的 意念中 有一個很美的新娘 根本不是這個樣子 他不知道 花多少錢請 那個化妝書 把他的那個東西 把它弄成這個樣子 然後這樣子 不能睡覺啊 一定要卸妝 一卸妝又不是那個樣子 所以那個美是騙你的 那就不存在 你為了那個 你就做有做嗎 那是你笨嗎 對不對 所以叫做 社務迷人 人是你啊 是你的心 把你迷了 那剛好你的胎胎 那個樣子 剛好合乎你心裡面的 那個白雪公主 這樣 你就完蛋了 你這次就做很重啊 所以 你想想也真的對嗎 我們現在70歲了 剛好老婆 跟年輕的時候 當然不一樣啊 不要等到10啊 就是 對不對 本來是很溫柔的啊 現在被我訓練的 生命都很大了 沒有辦法 因為他講話 我的聽力不好 我都聽不清楚啊 但是喔 調到生命啊 我不要太溝通了 我們看開玩家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你看到哪來 陰菌燒散 那個 所有的肌肉都在上半身 然後節目不懂 怎麼都跑到下半身 結果 上半身怎麼樣 他在散散播播啊 你齁 這個 捧哥被打壓 你看過蘋果嗎 上面是塊塊的肉 對不對 上面腰瘦瘦 啊 真的是 這沒有幾年 下面都碰起來了 然後上面瘦瘦瘦瘦 然後就變奶了 你看我奶了嗎 就是這樣 那太太可能是虎虎嘛 上面你放下 你放下 你放下 中間很瘦嘛 就是叫做巨鮮人美的 可是不久被上面瘦 下面瘦 之後中間放下 中間放下 還有人這樣 又生什麼 水災 後面又生什麼 營養 然後就變地狗 就說 花樓變地狗 然後就 嘻嘻嘻嘻嘻 這樣噴嚏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 會變 只要是這個世界的東西 都不永存 所以你說看得到 摸得到的東西 既不永存 那是不存在啊 永存的在存在啊 所以你不要被騙啊 你為什麼要被騙 所以這個是違心論 那共產主義 就不信這一套 那時候我只相信 看得到摸得到 其他人都不要講 所以共產主義說 看得到摸得到 其他都不算 所以它叫違物論 聽說共產主義的論點嗎 這因佛教的 最後的哲學是違心論 所以它的本體論 真正的存在在心 那共產主義的 真正的存在在物 心 就是物的功能 這個就是 孟祖北教授 很有名 他是neurologist 他就是違物論 他認為 所有心神科產的東西 都是神經科在負責 因為都是在老細胞 對不對 所以將來精神科會 無法無法 我們看不懂的 精神科無法無法 我們看不懂 就調到我們神經科 你就無法無法 所以這些人都 精神科的病 現在都調到神經科 因為我們已經找到 它的neurological mechanics 那背後 紅主腿就是 你這樣了解嗎 他認為 人的心理現象 你說 這個人很高 尚很慈悲 其實 是他的大腦 某一個地方神經晃電 沒有什麼好說的 剛好就那個細胞晃電 活出來就慈悲的樣子 可以啊 所以所謂你說的 這個人的善良啊 人的可愛 都是現象學 它不是本體學 那有什麼講的嗎 現象就是表面的樣子 真的本體是腦神經晃電 那個才是真的存在 所以那個是唯物論 所以我這樣一講 就知道說 我們人啊 到最後你一定一人自己 會站在唯心論 或是唯物論 這個沒有什麼水錯 就是你會選擇的時候 哪一個真的存在 像基督教說 死後有靈魂 唯物的時候沒有啊 死掉都死掉了 那就有靈魂 我們說靈魂是沒有身體的 沒有身體的存在 就不可能存在 所以如果你是唯物論 就不相信 死後面還有什麼動作 沒有 但是奇怪的是 所有的唯物論 很快要死的時候 都會害怕 你在怕什麼 死就死了 你在怕什麼 你有沒有買過新的皮鞋 新的皮鞋穿起來 走路就是死不死 死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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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你 請看看 這個15個不容易 對 15個是倒倒倒倒倒倒 死了就 你的身體 就是你的neurological方形 都沒有了 所以C也沒有 因為C只是 醫護在brain的一個方形 它叫epiphenomenon 所以它不是真的存在 所以在講說 真正的存在是什麼的時候 背後就顯出你是屬於唯物論者 或是你是唯心論者 爭辯這個 就是屬於哲學家裡面的 這個本體論者 簡單這樣講 還有很多變 基本上就是大概這樣 那 第二個問題就說 好啦 不管你說唯物論 唯心論 我就問說 你怎麼知道 你從什麼知道 你從導彩知道 什麼知道 那這個就是知識論 Depic Stemology Depic Stemology Depic Stemology 就是說 How should men know 你說是唯物論 我就問說 你從哪裡知道 你告訴我你的方法 你說我相信唯物可以啊 但是你要告訴我 你從哪裡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晚上要談的是 知識論 我們不談 人體論 我就簡單講一下就好 那故事我們重點 那個可以講得很簡單 對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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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生活會不同嗎 當我知道了 一些事情後 我就會覺得說 記得如果是這樣 那我就應該怎麼樣 那這個應該的方法出來之後 這個就變成道德路 這個叫Morality 所以 哲學家基本上 有這三大 ARM 三大學家 一個是真正的始祖的本質是誰 第二個是 人怎麼有能力去知道這個始祖的本質 第三個是 當你知道以後 你的為人處事會不一樣嗎 你做人有沒有應該守的什麼標準 什麼準則呢 當我們提到應該不應該的時候 就是道德論 當我們提到怎麼知道的時候 怎麼how的時候 那就是知識論 當我們存在 問的時候 什麼是 還是不是的時候 那個是本體論 所以我們可以說 哲學家 有這三大的學派 就是 Pontology Pontology Epistemology 跟Morality 這個 本體論 他問的問題 就是 What exists 什麼存在 知識論 問的是 How do we know 你怎麼知道 我們怎麼知道 這是關於 我們跟這個存在之間 人跟存在之間 可以有什麼互動 讓我們去了解 認識這個存在嗎 生分說 存在是哪一種能值 然後不管是新種物 如果是新 我怎麼去知道你的心呢 我怎麼知道我的心呢 如果是靈魂 我怎麼去認識靈魂呢 那個就是下一個問題 對不對 如果有靈魂你都不知道 是不是有靈魂 反正你都不知道 所以 我們怎麼去接觸這個能品 那就是第二個問題 當你有機會知道以後 就會問你說 這跟你做人主事有關係嗎 你知道了 想說 這是我還是什麼 這樣你就去天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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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三個是有關的 但是 有一個次序 就是 What exists How should we know 如果你相信 物是存在 那你怎麼去認識物 科學家說 你要有科學的方法 你要什麼 那就是 方法論的話 你怎麼去知道 那知道以後 會影響你的生活嗎 你的行為會不同 How should 所以 shut 肚 這個就有那個強制性 這個小孩 你的老婆 這樣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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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把握握 我們把握握 這樣把握握 那背後 我們談的問題就是 道德路 這個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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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這是 你怎麼 這個東西要很高 你怎麼知道 知道要怎麼做 所以這三個 現在 我說的是 這個 皮色紋 epistemology 今天可以去投票 怎麼知道 我們大概 跟外界的接觸 有幾個感官 對不對 一個是 髮手 一個是 你看 這兩個 再來呢 你的鼻子 你的嘴巴 或是舌頭 還有你的手 或是體股 這個我們叫什麼 摸官 對不對 我們這個人 跟外面的世界 不管是心 這個物件 你要接觸它 上帝給我們 就是五個管道 這五個官 就讓我們 跟外面的 跟外面的接觸 基礁 反礁 是相用的 所以科學家強調 叫做客觀的人觀察 然後 神學家 或是 接下來叫做 還要有主觀的溝通 那那個就是 這兩個很重要 因為這兩個可以得到 很多 象徵符號的資訊 我們的皮膚 我們的鼻子 我們的嘴巴 可以得到一些 很基本的分辨 但是 很難得到 很複雜的資訊 觸覺 我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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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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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感情 總是 我當時 說話 很複雜 我們人的溝通 是靠視覺跟聽覺 非常重要 其中特別是視覺 所以我要從視覺的角度來看 從臉科醫師 或是視覺心理學家來看 說 你怎麼知道 你靠眼睛來觀察的話 我們不得不承認 如果沒有光 我的臉是看不到的 美國的飛機是可以沒有光 看得到 因為它可以有什麼 往外線 什麼什麼的 那個 它可以往外線看不到 我們人的 沒有辦法 我們到紫外線到 我們想說 我們就看不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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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科學家幫我們找到的 我們很快 世界上有的 Webnet 我們妳傳統 的 从红到直 我们说红尘、黄、绿、定直 这个七个颜色是我们能够看的 那换句话讲就是说 上帝帮我们的眼睛照得很有限 上帝照的光很多 可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一点点 这一点就足够让我们承认说 我们能不能够看 你自己能够看得到一株子 虽然那株子是很多的 但是还是一株子 我们只能看到这么多一点点 然后你看 那这个以外的就有 这个是医院用的 这是我们在组网会用的微波路 这是红外线 这是阿兵哥 再会用 这是医院在诊断的时候 正在开刀的时候 用Gamma Ray 这个是更短的波 那更长的像那个AM Radio FM Radio 这个我们常常在用 拉利用 就是靠这个波 电视、TV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用 但是我们看不到 所以有时候有人就说 哎呀 如果在高兴会波路啊 或者什么有什么 因为你看路 你没有这样 有五色 所谓五色 即使那个就是一个能量 但是它的波涨太大 眼睛看不到 波涨太小 皮也看不到 看得到的是 400nm到700nm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当然你老人 就看得到更差了 你买上手 就是说一般人 如果比较大的人 就比较少了 比较少了 比较少了 他能看得到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 Visible Light 可这一般的方便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眼睛 还有一个麻烦呢 这个眼睛的麻烦就是 它有一个 眼科医师造起来很亮很亮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夏天 所以我们不止光波当中 能够看得一点点 这个一点点在眼上 还有一块有什么都看不到 那一块我们叫做四神金盘 那个是所有的电线 集中要往后面送的 那个集中点 所以我们全部的视网膜 收到的资料都送到这里 从这里往后面送到我们 所以这个地方 没有地方去晃那个 那个Sensor 那个检测器 那个检测器 对不对 我们每一个视网膜 都是一个一个检测器 在检测挂 这里没有挂的画面 都是电线 整座都是电线 都是白的 电线那个 神经画面是白的 所以 你科医师造起来很亮 一个圆圆的多 一个白白的 那个地方是盲顶 七尼拉 所以我每一个人都有 两个盲顶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 不是白的 我们的眼睛 是有点外外 往外 所以 我们的盲顶 每一个人都在靠近鼻子 一点点 就是 它是往中间 所以 这个眼睛的盲顶 那个眼睛看得见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两个视野 不是完全一样 它是有点滑汤 滑汤 这个看不到的地方 那个看得到 那个看不看这个看得到 所以你没有感觉 你有看过吗 对不对 我们出生到现在 没有觉得我们那里 都看得到 即使是有一块 是看不到的 所以当然有人 没有中波 或什么问题 一定看不到的 不让人小心 因为它这个 这个已经看不到的 它这个已经有一个地方 是看不到的 好 你还知道 所以这个跟光波 都没有关系 这个眼睛的结构也有关系 好 再来个问题 那你这个 好 这里看不到 这些看得到 也不一定 因为它的Sensor分布的密度 不一样 它越靠近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黄斑 叫伯伯 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 是我们势力 最强的地方 就是 比较低 我们看到什么前面 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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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时候 看得到什么 阿都比较多 所以 那个 边边的地方 你好像有看到 但是看得不清楚 这个为什么 开车的人 他会要求你 你不能这样看 你一定要 转过头来看得你有事 因为这边 你看得不准 你具体测得很不准 很多次后 都发生在这个 你看那大车车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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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那时候 那时候 去看照片 去看 那时候 我们叫 就越不清楚 越不清楚 越中间 越清楚 所以我们有两个很清楚 其他的都 蒙蒙蒙蒙 所以 我们了解 对我们了解 知道 我们看东西 本来就是 有不不不明 这个不是 我眼镜有没有挂 还是有没有擦清楚 因为我们的结构 就是这样 后现代 就从这里开始讲说 你在看东西 你的眼睛 第一个 你无盲点 第二个 你无无无无碰 第三个 你还有问题 就是 你的那个 透射的路径 还有一些问题 有的闪光 有的见识 有的原识 很少 很识 刚刚一百分 然后这次都会加起来的话 你就一大堆有问题 所以我们看不清楚 正本来就是这样 這是Central-Borbeia 防範中心 這是Optic nerve 跟Blindstone 這兩個是我們眼科醫師特別檢查會注意的 這個就給大家看到 當你這樣一個人兩個眼睛這樣看的時候 這個地方剛好是兩個的中心波及中 這個是最清楚 往事越旁邊就越不清楚 這邊就幾乎看不太大 幾乎變黑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真的是這樣子 我們看東西 所以為什麼開車你聽到之後你關 你的頭一轉過來 你的看清楚就會轉到這邊來 你就不會去跟那邊的人提醒 你就看清楚 所以一定要轉頭 我在美國開車的話 如果你轉頭你沒有轉頭就馬上叫你下來 你不用駕照 我們現在不是要開始考路考 其實就是很多人在教練班裡面 我都沒有很久在我 到哪裡轉兩圈報端 我都沒有很好的 所以我都沒有了 我沒有了 他不知道這個問題 不知道我們的視野 有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 你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要動以前 你一定要頭要轉 不能不轉 再怎麼樣你一定要轉 你每次都要好 還是要外面 你那裡就有了 再來就是 我們的面向的問題 所以我已經講過 就是說 你會把眼睛洗在頭前 所以你看到後面 這樣就整整了 你如果是默黑就好了 你知道螃蟹嗎 螃蟹已經有兩個鼻子過了 所以他可以把眼睛推出來然後轉一轉 看一下後面 這個可以吧 那個日本的卡通那個不是 你那邊 嗯嗯嗯嗯 那這個可以看後面 那個沒有了 那個眼睛就是 躺在裡面了 你還在前面做 你看的就是180度才是瘋的 那其中那個 空間180度的地方還不清楚 180度以外呢 你看不到 對嗎 比你外 給你看看 所以我們只能看到 一半 在戀愛也是一半 這個人你就看到正面 這個人你就看到 左側面 這個看到就是後面 那 三個都看到這個人 可是只有看到一部分 但是問題是 我們所存在是一個立體的世界 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平面的視野 這個就產生一個問題就是 你的角度怎麼聽到 這個反正很有意思 就是說 一件事情 你是從哪一個角度來看 你是從孩子的角度來看 還是從父母的角度來看 從一件事情 那就不一樣了 不是老父看得到還是兒子看得到 那就不一樣了 我們這樣講 父母跟孩子最大的爭執就在 在十幾歲的時候 到底這個孩子是大人還是小孩 我跟你講 很簡單 要花錢他就是小孩 要開車他就是大人 這樣懂嗎 他就了解 就是這樣啊 看什麼事情啊 你十幾歲了 他說 喔 我告訴他 我可以開車 在美國 十六歲 可以開車 他就要講 這是我的權利 我可以開車 可以啊 可以啊 要死給你 從今天開始 既有你要加保險 你要付 新車都賣 沒有沒有 我有去哪裡 我不用擔心 我只是要開車 對啊 我可以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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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去有車 不會走的 沒有 我可以開車 我可以給你修理啊 沒有 我可以賺到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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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得怎麼回事嗎 那個就是 我會面向 所以當我們說 perspective 的時候 你是從左邊看 從右邊看 看得完全不一樣 可是是同一件事情 父母可以拍照的 在十幾歲的那個增長 常常是面向的問題 但我們要解是面向的問題 我們就不會說 是水對水錯 我們會了解說 喔 我們的角度不一樣 聽到你們的角度 我騎到西方的角度不一樣 不一樣嗎 不一樣 我們長小嗎 長男孩子要大人 對嗎 但是那位就說 他到幾歲的時候 你要給他顧多少責任 那你要給他多少權利 這個是可以 因為我叫電腦性 可以討論 你怕他跟別父 比較不會騎到外面 很多台灣的 或是中國的 是我們 只要你別人 以後你是要怎樣 你來一天 你再看過 我才會怕 那這樣就很憋 所以他心裡 你這輩子唱一首歌 就 開始看起來就跑出去了 你不要看這個孩子 其實他還很不成熟 可是 他知道他在家裡 他 沒有講話的空間 他的意見都被否認 因為 那是大人的 就是阿爸 對不對 錢我看你就不會看錢 你會聽我的 這個是 我覺得很遺憾 其實沒有一個父母 希望孩子是這樣 但是由於我們的態度 我們比較是現代的態度 比較沒有後現的態度 因為後現代就是對阿爸的等化的感 知道嗎 那我們孩子是在後現代長大 我們是在現代長大 這樣的兩個不同的面向 處理這個問題 就一點 一點是態性 所以這個是 Perspective 這是維拉社會團 這個也是 這個叫做 錯覺 這個錯覺是因為 空氣跟水的 透光性不一樣 所以產生的 錯覺就是 這裡有一個 折 那即使你 抽起來這個水管 是直的 你知道嗎 這個瘋子 你瘋子放在那裡 那個瘋子 那個瘋子 它就沒回來 它就瘋子 那個就是 那個我們已經沒有了 那個是 光 透 的戒指 空氣還是水 那個滲透速度不一樣 給我們產生的 錯覺 你看開始是這樣 你最怕也是這樣 其實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有一個問題 叫做 光的 本質 會產生 錯覺 這個又是我們可能 發生的錯誤 我只要講說 我們怎麼知道 有很多東西 會讓你沒有辦法 知道真相 因為很多這個東西 會影響 其中的一個是 光的折射的問題 再來就是 四大理論 我們講了這些 我們的眼睛的問題以後 當我們在談中 知道的時候 有一個人說 既然我們的眼睛 是那麼可憐 有那麼多問題 所以我只能說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 看到什麼 所以他說 我不知道 我說你不知道 通常我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 反正我不知道 這個叫 不知論者 不知論者就是說 他否認 人流 知道 真相 得可 這個只有 極少數的哲學家 會堅持 這個 赫蓄里是其中一個 英國有名的哲學家 Hechlin 他是一個 adagnostic 他堅持說 人沒有能力知道什麼 所以我們不必討論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所以說 我就說 你 所以就 人間之間 就沒有溝通 沒有討論 不必辯論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就是這樣 跟他相反的 就是說 我們怎麼不知道 這裡就有眼睛 我的眼睛 看到一棵樹 所以這裡就有一棵樹 這是科學家的一個 很基本的態度 叫做眼見為真 我們叫naive realism 就是 我的眼睛 手能夠 傳達到我的 area 17 我的大腦後面的視覺區 的影像 就是外面的真相 我的眼睛 能夠真實 真實的反映 外面當然 他那個影像是有上下電腦 左右電腦 那個是 眼睛的關係 就像照相機這樣 可是 我們的腦很聰明 他會這樣把他翻過來看 你被看照進去是反過來 他看的時候會這樣 正面 我們不會看得是像話 我們看得是正面 這是 我們厲害的地方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就說 我 我外面有一棵樹 我的眼睛看到 這裡有一棵樹 這是我裡面看到 我裡面看到的 這個 這個是知識 這是外面的實存 那這個當然你必須要是 維護你才會有存在 然後維新論成 外面那棵樹是不存在的 所以有 有棵樹 那我看到的有棵樹 所以呢 我看到的是真的 因為我看到的就是這棵樹 眼見 為真 這個眼見為真 在我剛才講的很多眼見不真的情況下 這個眼見為真 被稱作 Native 就是天真 他不曉得 我們的可見光 是那麼小 他不曉得 我們的眼睛有盲點 他不曉得 我們有一大堆東西 所以我們以為 我看到是什麼 是什麼 其實不是啊 他有 區光線的問題 有這個 面向的問題 有那麼多問題 那這個是 James Gibson 這個哲學家 他的代表 就是 天真為實論 好 那有人說 其實 我們沒有能力 看到外面是什麼 我們能夠看到的是 在我們頭腦裡面 產生的影響 這是我們 我們只有看到影像 我們沒有看到這個數 這個數是給我吃雞 讓我看到這個影像 所以對我來講 我唯一看到的 是這個影像 不是這個數 這個就是 微信論 在這裡 唯物論 是 天真為實論數 這個真的存在 所以我可以看到嗎 這是唯物論的 知識論 後面這個 George Berkeley Subjective Ideal 他就認為說 你看到的影像 那是你唯一的 看得到 外面那一棵樹怎麼樣 沒有關係 可是你看到是什麼 就什麼 這個就是 所謂 豐收公有禮 佛收婆有禮 就是你看的是什麼 就什麼 你能夠說 你如果最幸福就有啦 你能夠說這句嗎 對不對 信則靈啦 不信則不靈啦 所以 靈不靈就看你信不信 那個就是 背後就是 唯心論 唯心論 這個知識論 就是這個知識論 就是主觀意念 這個就是idea 所以 你的idea就是你決定嘛 所以 我如果 讀得算什麼 它就是什麼 惡來的它就是什麼 那別人看 人家也在 我管 各說各話 這是idea理成 它的說 這個我什麼 我叫 我就是唯心論 所以他們也是 這個知識論 像這張圖就是 心理學家要 展現這個 主觀意念論 這一張圖是一個 杯子 還是兩個人的臉 就看你怎麼看啊 你把一個看成實體 另外一個就是 背景 它就是空的 你知道嗎 如果你說這是杯子 那黑的屋 就是 它的環境 它是空的 不存在 如果認得這是兩個臉 那中間的部分 就是不存在 它是兩個人中間的 空空的地方 所以你看 看你怎麼看它 這個就是證明說 唯心論 它有它的知識 它的知識就是用 這樣的土來知識 這個就是 它也不是杯子 它也不是人的 你看它是你 它就是你 你看它是杯子 它就是杯子 就看你怎麼看 就是這樣 就是 萬物就 存乎一心 好 那再來 再來呢 這個是我個人接受的 我們講的四個知識論 第一個就是 肚子論 沒有人有能力去知道什麼 這是 可是 第二個是 這個 天真的 唯物論 我真的 眼見唯真 我看到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第三個是說 其實外面不重要 它是你的裡面 你看它是什麼 就是什麼 就是唯心論 所以 肚子論 唯物論 唯心論 第四個理論是我接受的 所以我稍微介紹一下 我接受的理論 它是屬於比較 它接受外面的事實 它也接受主觀的 看見 那個是主觀的看見 外面的事實 中間有一個沒有辦法 跨越的鋒攻 這個就是 批判 批判時存的 critical 所以它不否認 外面是存在的 它否認的是 外面的存在 在電腦裡面看到的 沒有辦法 百分之敗的 椅子 所以我看到的會 看走影 看不全 我不能因為 我看到的沒有 我就說它沒有 因為 我看到的沒有 不一定它沒有 我不能這麼講 因為我的眼睛 是不能看到全部 那我看到它是什麼 它也不一定是什麼 為什麼 因為 我看到它是什麼 它可能不是 我有可能看走影 所以這個對自己的眼睛 持著批判的態度 的知識 就是屬於 承受批判 所以這個批判是自我批判 不是批判別人 是對自己的知識 保存批判的態度 所以呢 它最強調的就是 虛盡真相 所以它相信有真相 可是它也相信 人類不能 只有真相 人類只能 虛盡真相 因為相信有真相 所以我們有討論的空間 我們相信這裡有一個真理 我們相信這裡有一個真相 那你看的事 好看的不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談了 那到底你看的 是比較壞的 還是我看的比較壞 這裡就有一個空間可以討論 或是我就放棄我的看法 我接受我的看法 或是你放棄了嗎 接受我的看法 或是我們兩個放棄我的看法 接受第三個看法 都有可能 那這樣的態度 就是一個 後現代的態度 他的態度就是 不把我自己所看的 視為絕對的正確 所以對我自己 已經很小心看到的東西 我還是保持一種 適度的懷疑 適度的批判 這個叫做 批判性的 實存論 那畫的圖就是用這種 X乒乓乓乓乓來的 X乒乓乓乓乓 這個公式 這個數學公式 畫出來的圖 就是 這條 曲線 你如果你學過 記憶合的話 你畫過這段圖 就是 兩格雙曲線 這兩個雙曲線 有一個特點 它會有一條切線 那這個紅的 這個就是它的切線 a 氫 這個是它的 曲線 這個a氫 這個切線 跟這個曲線有一個特點 就是這個曲線在這裡是離開接線最遠 可是當它往後面延伸的時候 它跟接線的距離會無限的接近 只是永遠不會都在一起 這個數學你怎麼算 你給它放多大進去 它都很差那麼一點 所以這是一個觀念就是說 我們對世界萬物的觀察 不管是物不管是心 我們所能夠看到的只是在這一條上面 真相跟真理是在這一條切線的上面 所以我們對真理的了解 跟真理有一定的距離 但是這個距離可以無限接近 但是不會變成一定 這個就是所謂批判性很實質的理 我相信有真理存在 可是我沒有辦法證明有真理存在 我怎麼告訴你 我對我相信這個主在的真理 我的看法是什麼 你可以跟我講講你的看法 我們可以討論 如果討論到發現 你的看法可能比我的看法更接近 我們相信的那個真理 那我就有機會把我的看法放下來 因為我這個也不是絕對的 我只有哪裡的看法 只有我的看法 這個我也不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而且你的看法不是絕對的 所以我就是跟我比起來 你的可以比我更近 那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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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也可能做 但是我做的比例多 那我當然沒有理由 我一直堅持我的錯的看法 我就往這個翻下來 看起來 可是明天另外一個人來 另外一個看法 發現病人的那個看法 那我不會覺得難過 我就把那個看法放下來 我就去拿那個看法 所以這種自我疲慘的態度 是會不斷的自我還行 不斷的跟別人討論 聽別人的意見 然後聽以後 自己願意修正 當然如果 比較就發現我的看法 病人知道 當然我不會放棄我的 那你要不要放棄你的 你決定 但是至少我不會說 我對你錯 我不會這樣講 因為我知道 我們兩個個人都錯誤 只是我錯的比你少一點 但 搞得我意思嗎 因為我們都是在曲線上面 我沒有一個人是站在這裡 那這個時候 對現代一個很有力的批判 就是說 沒有人有能力 我們相信有切線存在 可是我們不相信有任何人 有能力掌握那個切線 我們只能說 哪一個比較接近 這個是Roy Foxcat 這個是雙曲線 這是漸進線 這個是用一個數學的 三角的觀念 來表達 只是學家想要表達的 知識論當中的 第四種學派 這個學派是我目前接受 我目前這時候 不等於它就對 只是說 四個學派當中 我目前選擇 接受這個學派 因此我在談的時候 我會跟你說 我的看法是什麼 那我可以聽你的看法 那你們 我們可以討論 就是我不敢說 我一定最對還是怎麼樣 沒有這個理由 那我講到 葛林歐簡書十三章 當我講到 葛林歐簡書十三章 你想到什麼 愛 你想到愛對不對 大部分的人就想到愛的真意 對不對 這個沒有什麼不對的 我也覺得 這個是後現代的答案 所以保羅先講愛 後來再講 後現代知識 就是保羅的厲害 他先講說 先是講到 什麼中立歸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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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就說 愛是很久的 一代很長的一大堆 然後就說 愛也是有不知情 在後現代的知識論下面 只有愛 能夠讓我們 大家不會彼此慘害 因為大家都承認 自己沒有能力 擁有絕對的真理 所以我們對別人的 表述跟你不一樣 你會因為愛的關係 會給他一個空間 會給他一個包容 所以他講 愛是反而是包容 愛是反而是忍耐 其實他的背後 就是後現代的知識論 做他的支撐 所以他講完以後 他也是有故事 後面就講到 他的知識論 我們看一下這個知識論 一到七節 這是愛 我們一起概念好嗎 我若能說 萬人的謊命 並天使的話 卻也沒有愛 我就只得 你的我 想法一般 我若有先知 講道之能 也明白各樣的道命 各樣的知識 而且有全備的信 教能能夠以賽 卻沒有愛 卻沒有愛 我就算不得什麼 我若將所有的中計窮人 又捨幾聲叫人吞傷 卻沒有愛 仍然與我無異 愛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 愛是不自誇 不自誇 不自誇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牽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 許喜歡真理 凡事凹惱 凡事相信 凡事看話 凡事忍耐 愛是有不自行 這個是愛的詩篇 所以大家一般會從愛是很久忍耐 開始講 可是前面就提到 若沒有愛 若沒有愛 所以保羅 神講到說 就算我有知識論 我有絕對的知識論 如果沒有愛 就當作好了 他強調 愛是在這一切的認識以上 那就提到 我如果求財真好 甚至說提災的語言 都是不聽聲 這是在跟吳叔說的 你很感動 總是你都不聽聲 不漏音 再來就是說 我如果穿到示範 現在很好聽 輕輕聽聽 很好聽 又很感動 也沒有好 還有很有才能 甚至神秘派盤 而且信心很大 人家宜三 這不得了 你看這個聽風常常困擾盤子 但是可能沒有愛 後面這個就很可怕 所有的給窮人 這個是耶穌對那年輕官的要求 說的 你收個什麼 對嗎 那兩個做回家 或者說 就算你做到 你也可能是孤名釣醫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把所有給窮人的目的 不是要愛窮人 你是要給自己 陽明留外 所以保羅通說 你的動機是什麼 外面的行為是愛的行為 但是裡面如果沒有愛的行為 那不好 所以不管是 你有信心也好 你有超能力 你有神力主義 你是靈魂派 或是你是講道派 都好 不管是什麼派 整個好派也沒關係 但是 甚至 十幾聲教 這個是殉道士 為了信仰 為了信仰 他可以犧牲聖明 我們就不得了 但是有可能 那個蛛蛙給不是愛 那就要講 外在的行為表現 跟裡面的行為動機 有時候不一致 保羅開始問這個 那他就問這個 愛是什麼 他下面就是鐵 那他就開始解釋 其實保羅很厲害 他要很多慕來解釋 愛不思思 是什麼 慕 极度 不自誇 不彰狂 不作遊 不求 这个就像神学家在讨论耶稣的神性跟人性 还有神跟耶稣的不同 然后就用很多物 不能混、不能混、不能什么 因为讲不清楚讲物比较保险 你讲事比较马上被人异端 所以就不要讲事 就是说不应该这样 保罗这里很聪明的 爱是很难讲清楚 所以他就用不要怎么样 用很多物 就是用很多借外、借外求、借外求来化之物 中间因为他讲不清楚 他就把没有爱把它先排除 这个我们叫做排除法 然后爱是可以进到有门的 永不止息 就是它有internal period 它可以进到有门 那很多普悠戴就有反思、反思、反思 包容、相信、半痛、很难 这个不是在或现在主意下的一个态度吗? 就是我如果不把自己说绝对对 我对跟我不一样的意见的人 我就可以包容 我可以相信 我可以容忍 我不会一天到晚就要拿着棍子打人家 反正这种意见不同就把你敲死 不会这样 因为你就产生 然后后面就开始提到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知之有限 所以写文一到七节讲的是爱的真理 那话都是三节 我们一整年来 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之能 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 终必平直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继承的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往无对的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冤稳重 如同才 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也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如今产纯的有信 有道 有爱 这三个其中最大是爱 你们最大 最大的永不止息 用爱来保 这个后现代的知识论放不起来 所以我觉得在后现代 重点不是跟人家争说 我讲的比较对 你讲的比较错 那是现代的态度 你知道吗 现代就是变成一世的 你对的我都不对 我对的你就不对 不可能我都对的 你来说话不敢 这是科学 科学有两个理论 他们就要证明 我的理论比你的理论对 就是这样 中国想象 要拼基督教评佛教对 要拼死活 只有一个活 所以在后现代就容许说 哎呀 咱们想起来 我们人不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 你可以讲你的没关系 那你也让别人活下去 特别是弱势的 特别是人家认得那个 你让他讲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你要把人家瘋死 要把人家 强调让人家生命都不见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爱 所以你会注意到 后现代强调的一个是 对自己的认知的谦卑 对异者 就是阿者 就是跟你不一样的宽容 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这个就是后现代 那我现在就要跟你讲包容 我在这里讲 为什么他要爱来包 这一个后现代 这永不止息 这个最大 这个里面 他就强调 现代讲的就是说 让你给我启示 所以我讲的一定对 老罗说 我刚才你要够 先知是什么 耶和华说 耶和华是绝对的 耶和华跟华说我说我说 你只听我的话 有什么 你讲到一个故事吗 就是在民众有一个牧师 他一直很希望 每天教会上的很快 一块一千人 那礼拜堂就做不消 他一直很希望 但他对社人 可以在一个够大的礼拜堂 让来到弟兄姊妹 做得起来 所以差不多一千个人 那个都很贵啊 你买那个驴管 你好像是去盖一些 那里面都是天天的素质 可是弟兄姊妹 但是算来算 大家有多包有限 所以很胖 那个估计一出来 大家很怕很干 所以那个牧师就很急 就明明见识 就是 buried 然后一整天礼拜天 那个傻子说 昨天晚上 上帝在梦中跟我们说 你们要在礼拜堂 好 请问各位弟兄姊妹 你要不要奉献 昨天晚上 上帝跟我说 那听说 那你要怎么 你除了 因为她是你的牧师 而且你很尊敬她 过去她 你阿嬤死的事情 你妈妈做众生 你结婚的事情 你主持 你老爸 吃的在死的事情 你跟你基督的老爸 走起来 这种关系你 你不能否认啊 这个牧师在那里 幕会不是两年 是很久的一段时间 其实大家也知道 也不是坏事 希望该一个大的礼拜堂这样 但是问题是 他说昨天晚上 上帝在梦中跟着说 要该礼拜堂 没有人敢说上帝 上帝没有梦中跟你说啊 因为上帝梦中跟着说 你也不在现场 你怎么做那样 对 大家都想 下一个礼拜 有时候 不会都是下礼拜 因为他们都去问上帝 上帝都没有在梦中跟着说 所以他们就 不敢来 因为上帝没有问你说 上帝跟牧师说 你要不要问 你等在旁边躲 台湾一起打 我有另一家意思吗 你知道吗 我婚礼教会建堂的时候 土地是跟政府 真的半天不必 我们还花三亿耶 那时候要拜的时候 你知道 那个教会的结果 几乎要分裂了 大家都都好像小儿没得了 现在我们拜了 天天拜整个水水 台北市哪里有那种教堂 还有花园 你知道我们教堂 还有吗 还有一棵菩提树 你看那个 肩膀变 两层变 起来 有一个不停是我 这 哇 赞耶 我出品都把孩子来 来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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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教会 已经快五百个人来 那个两百人教堂 怎么搞呢 搞不来嘛 那小孩子 没主意 就 去玩家 走走走走走 来看人家去过 过什么 我叫人家搞死了 不过那你航天呐 是怎么容易呢 很难过 怎么办 你知道我们那个 修会 他们说 怎么讲都讲 讲不通嘛 后来就说 蔡牧师回来 他有办法 然后一直讲话 然后后来我就 被他们祷告 上帝就感动 我就回来 他们好像开始 会说 蔡牧师回来 我们改 他们有说 昨天做梦 三天休 那是什么 这不是回来 我们 我们改礼拜访 因为我们已经忍很久 他们等到 等到日本族 博士館的天保 我们下来 你知道吗 那第四人啊 我刚才在那间 用那个地坚 把那些家庭 都把旁边 都放进去 那一坊 那一坊 他已经都 都把 拼得到五斩 都放弃了 因为 国有十三九月 是说 我们是新政国的财产 我们不能修改 那一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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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这个 这个是工业 这也不是 那廟 老百 都要 那国民政府 就拼了 猜说 这是国有财产 这是国有财产的 这就是国有财产的 这就是国有财产的 那当然 有方面 人家都不敢 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 那什么 你国民政府 就不用 国有财产 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 我 我都不敢 所以 我每年 政府会被担心 我都不敢 所以 我每年 政府会被担心 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 每年 都不敢 但是 如果要财产 就很不敢 不然 你這位總統正在解號 正在說如果是怎麼樣的情況下 這個應該政府證明 那你不認錯的時候這是敢笑的 還是政府的 政府應該可以證明嗎 這個不是壞事 和平將會長了很久 終於爭到這個 那問題爭到的就是主要都去了 因為土地 土地不兩天耶 不是三天耶 大家土地補充了 三八天 土地補充了 還在那邊 大家去哪裡去了 那問題是大家要什麼 我們三百回六人 那你怎麼三百回 靠掉那一位 沒看幾個 靠掉嗎 靠掉 大家的聲音也沒看幾個 靠掉嗎 那存掉嗎 我 存在八百的 八百的 那我那個主義不如也對嗎 我 存在幾十個 那你三個主義幾十個 一個人怎麼說的 大家也都沒起來了 所以我們 存在很多人也知道 不可能啊 有一個人跟他講 我本就把我以前也不跟他講 那個電文數字嘛 三億 足以一百 你說一個人要往天做啥 對嗎 所以大家不敢 那時候想會說 不敢也不行啊 我們的牧師怎麼那麼久才可以 那時候有一個人要改 結果我就 放棄到你的 回憶比你在說 快啊 就是有人就把商用腳頭騎 對不對 你們可以決定啊 我有把握 開箱 開合會不會痛苦 這種大事要三分之二知道嗎 就是大事不能分辨之一 六十七% 我有把握支持人應該要 但是 我要損失三分之一的人 我做不了 就是說本來的教會 就把商用之一不見過我 I'm not really 我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很難說 我去做一條 我只好自己在美國就好 找了夫妻 沒有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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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去打這個 我也不是說 我也知道 我也不想這樣玩 但是 我覺得不安 所以小會通過要開合會 我就說 我覺得 這個事情在現在 如果這樣推 大概教會就會變 就是無練了 我覺得這樣不安 你來就不去到會先不去 就是先回個小會 我覺得這個法國人OK 他們說我怎麼 我說那麼幾頓蛋 一頓上班不一 我就趴著 轉到陰 趴著陰 趴著陰 不講講講 所以那些很緊張的人 就不緊張 牧師不同意講講 要過了兩年 那兩年剛好也是 我從黑牌變成白牌 因為 總會不承認我是牧師 他們搞了兩年 所以那時候如果要蓋的話 我也不能蓋這樣 因為火灰火 那我們兩年年 家會就從三百到五百 這算是不安靠 本來不敢蓋 現在要怎麼蓋 客人 我們三趟禮拜 八點半 十點 十一點半 客人 很安靜 小孩很可憐 沒注意到 沒問題 所以無法根本不行的時候 我聽到那些說 我們小路面的那些人 開始想過乾淨 我都沒考慮了 我是一趟站起來 這樣才敢 你知道嗎 你說什麼 如果要蓋 你知道嗎 那些 本來說不可以蓋 現在說那些人 不可以蓋 所以代表 他們能感受到 省住這個郊外人數 已經多到 不能再脫了 而且那個房子 已經出現狀況了 所以他們說 如果要蓋 要開始提出條件 要有管風險 要有這個 要有那個 可以蓋 可以蓋 然後椅子 要有醫療 我如果坐椅子 都要醫療 後來 所以 從 要不要蓋 變成怎麼蓋 我覺得這是一個轉變 當我聽到 我剛回來的時候 一直反對蓋 一直說 奉獻不可能的人 現在已經看到 教會的現況 他們已經改變心態的時候 我就說 應該可以的 然後我就說 我不要三分之二 我要四分之三 我還不敢說 反正 如果反正 只要一個反對 就完蛋 這個叫少數暴力 你知道嗎 我不敢說 不敢這樣講 但是我說 at least 我只是說 我有能力吸收 25%的商量 可是教會預計 我反正是25分離開 因為四分之三 就是75% 我假設說 投票贊成的 應該不會跑 因為他都贊成了 這個是大家 忘記告訴我嗎 後來 合會就開了 兩人 投票結果 我得到 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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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 我的 頂頂線 就是75 所以我預計 會有17%的離開 因為 不是反正 83 已經很高了 你知道 為了該禮拜堂 我們就必須要什麼 要找 中間去哪裡禮拜 因為我們是 現地 拆掉重開 可以過禮拜 那還難找 不然該放棄 該放棺 誰都沒有 到未來華省 被你接我們 我們就趕到那邊去 後邊高一高 到華省 差不多幾公里 一年兩 將近年 又兵當 到那個頂走路 這樣而已 你知道我失去多少之後 我們 數一走 禮拜堂拆掉 開始到華省一半 我失去到40% 我的會有剩下60% 我嚇一跳 我真的失算 我以為 應該是17% 有很多人是同意 可是呢 華省去那邊 第一次 信仰堂在用 可以 可以跟小孩的母 要睡 所以他就不敢來 老婆 他 他去走 現在要過路 就要叫家庭車 他就不敢 就不敢來 這些不是反對政黨 這些是因為 政黨當中 禮拜的時間 跟地點的移動 就有10% 10% 這是什麼 裡面 那裡面 你知道嗎 已經知道我要見面了 還有不怕死 會繼續教你 你知道嗎 因為我失去到40% 我不可能政黨 你知道嗎 本來就很困難 現在又去到40% 又困難啊 不是外國人 都會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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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在我們見面的時候 我們還是敢來 不怕死 知道我來 準備跟他吵架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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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但是我們會有很多方法 就是說 我把我的退休金 先拿來教會 但是 我有人都要退休 我沒有 你要向我 我對付我 我的小孩要討台後 10年後 我輸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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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我們要一起結尾嗎 我們借的都是無喜來 我們借的都是無喜來 中國大陸的喜來 就是無喜嘛 就是說 我奉盡利喜來 換我來理行 我理行 然後我們就這樣走 我要講的就是說 那個牧師 他用屬於一個權力 就是 就是神跟我講 結果 為我馬上去掉一半 他沒有經過所謂合會 他就直接在搶台 他就說 上帝告訴我 結果後來他就不再講 因為他在搶這個 免效的禮拜都去一半 他就教會 他都不再講 那個事情就停了 所以他很小心 牧師的權柄 牧師在教會就是先知嗎 講道 這種權柄很大 但是如果不小心使用 有時候傷害也很大 就是你要 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有些教會就說 牧師的權柄絕對話 因為他是神的獨文 所以神會管教 所以都跟你不一樣 你什麼人 你看法牧師嗎 對嗎 一生就放到的 都不一樣 那那個牧師就有一點 那個現代的態度 就是絕對 牧師是絕對的 其他的人都是 對嗎 我幫你做我事嗎 對 所以這種 絕對就是現代的觀念 在後現代的教會 就 你起來了 你通了 牧師也說一天 有一天他不用說 牧師後來你就不用說了 因為 大家都說牧師就好 牧師在那裡 你如果沒有牧師 會再講話 所以 傳道人是很認 因為他找一個教會 會失業跟工作 因為澳帝的 我通常說 只有師班很聰明 因為家人在天上 還可以阿弥陀佛 這個是最聰明 敬拜託 師班 我覺得絕對是很不錯 那難道呢 你平安派 藥也要給它 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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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都看了 人家都跳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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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只能講三 你那個七講不出來 所以 當然更有限嘛 你知道有限 然後時候講的更有限 當那個 完全的就是 那個絕對的 我們所謂的真理 一來 你這樣別說 對不對 你們都不是真理 我們一講的嗎 那完全的來 這個有限的當然做不變了 再來 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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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孩 我說過的也這麼小孩 我會喜歡這麼小孩 我的思想 心思意念 我都這麼小孩 我如果懶得 小孩的事情就忘了 在這裡說明 先進自己不成熟 你知道嗎 現在 我是孩子 所謂孩子就是 他不是一無所知 他有吃 可是他知道 他這個吃有一點會丟掉 因為當有 那種更成熟的吃來的時候 我這個小孩子的吃 我沒有留在哪裡 我會丟 所以對自己 既知的 有自我批判的精神的人 他就很容易把自己 已知的真理放下來 因為既成人 就把孩子的事 丟棄 而且是很高興的丟棄 因為我有一個更好的 我為什麼還要 我小時候那時候 玩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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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間祭 那時候 好像寶貝一樣 一趟一趟 跟他摸 這個 跟你摸幾趟 那如果是掉了 一刻會哭了好幾天 可是那時候高中以後 那時候 他整趟沒力了 那時候也會對 我剛才說 他所有人都沒機會 為什麼 我才成長 他叫我 我小孩 我大 那紀念是成長的時候 那些知識的時候 我期待 我會成長 那我要成長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把我現在知道 我趕下來 我沒有機會成長 所以說 這個 基成人的 研究法 孩子都是丟棄 我不只是不成熟 我愛 這個 私利不清 這裡就提到 那種猜拟 我莫不不清 所以我們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有限 一個問題是不清 所以這也是兩個大問題 知識論來講 既不能絕面看到 又 所看到都不明 又不清楚 那就沒辦法 我們只能根據這個莫不清 大家來討論 因為我們都不站在正向 我們站在那個曲線那裡 所以都在猜拟 猜拟就是說 你猜的還是我猜的 大家討論它沒關係 我們都是猜拟 那個答案還沒有揭開 你猜想對 然後到那個時候 那邊對面 大家就知道了 你現在不知道要怎麼 你現在不成熟要怎麼 就是愛 還有相信你們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對自己的這個狀況 不放棄 有盼望 有信心 特別這三個當中 這個彼此的寬容 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個我們把它稱呼 保羅的後現代知識論 他的知識論是跟愛有關的啦 好 那我把它整理一下 第一個 Cognition Limitation 認知的有限 你看 這裡有很多有限 這裡也說 人若以為他知道什麼 他當知道 他還是不知道 所以這個知是有不知在裡面 再來就是 我們的知識 就像這個痘痘 他為什麼 他必須要裂開 他必須要長出來 長出來以後 原來的東西必須要丟棄 原來的殼必須要丟棄 或者它沒有辦法長 所以丟棄是成長的一個必要條件 所謂丟棄 丟棄本來有最保備 保護你的很好的殼 你必須要把它剝掉 把它掉下去 你這個生命才可以長起來 所以這個是我們有一個期待 我們有判斷 我們這個無知 不會一直這樣 我們有可能 越來越知道 抱著這個判斷 所以他提到成長的可能 所以必須有丟棄的過程 然後從孩子回到成人 這是期待成長 然後禮物所說 十上十三節說 只等到 我們可以認識 神的認識 可以長大成人 到那個時候 我們大家都不會再登場 因為我們大家都跟歷史文講 彼此的差距很減少 再來就是問題 就是我們的工具有問題嗎 我們還沒有玻璃啊 玻璃放得很清楚 你看過古代那個銅鏡嗎 它抹的材料 這是活摸棒 因為它不是玻璃 它沒有辦法 藍之白的把你的真效 你給它整個摸摸 我們的現在看到就是這樣 就提到摸摸不清 這個鏡子是銅鏡 不是玻璃鏡 所以摸摸不清 不只有線 還摸摸不清 這個鏡子是銅鏡 聽不明白 看不響 就是屬於這種模糊的狀況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必須要抱持三個態度 一個就是性 冒險的性靠 因為我們不全知嘛 所以我們只有冒險性靠 沒有辦法反之反之道 再來的話 就是成長的盼望 我們雖然直接不全知 但是我們一個期待 我們可能會以後會都知道 一點都知道 一點別出來的 我們就全部知道 所以抱著在那邊 最後一個是 對大家不同的看法 有包容的恩恥 如果散熱都贏 我們就可以處在後現代 不會拚在你死亡亡 好 我們要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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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感謝你 今天是暗期 我們有機會 在這裡作為了學生 保留神心 他對財財的看法 雖然你是尖延台人 總是我感覺他非常地灰 他對財財 有這種看法 說我所在的悠閒 如果悠閒 又無福不遷 總是我有一個恩人 就是我現在是孩子 我將來的大閒 我對事情的了解 可以成長 我成長的過程 我必須要高興 自己現在所在的 健健健健康 我才有機會 去學生 我去哪裡 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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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完全知道 幫助讓我們有這個 鉗筆 讓我們有這個 聽心 來觀用不一樣的方法 讓我們有這個恩愛 知道我們大家 都可以不斷地成長 感謝 去哪裡 我可以來送去哪裡 來 那集中 如果你真的要選一個 就是選開 那集中最大的 是你 謝謝大家